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面面 我们终于迎来了新一期的Trader Joe新品测评 其实这一次Trader Joe出的是10月份的新品 然后这个月其实是美国人非常crazy的一个月 因为基本上每年的10月份Trader Joe都会出很多 跟南瓜还有万圣节相关的产品 然后这一次量真的非常的多 所以我打算分成两期做 一期就是做pumpkin系列的 一期就是做万圣节主题系列 然后可能在万圣节当中我会再加入一些 就是跟万圣节无关的本月新品 我先想来试一下南瓜剂 南瓜剂的产品我数了一下 就不包括冷饮之类的 可能大概有七八种 那我就一个个来介绍 pumpkin oars Trader Joe的那个oars系列呢 其实有好多有原味的 有multi green的 有草莓 优格味的 不定期才会出其他的限定产品 其实美中国 我知道中国人不是很能接受 pumpkin 因为它一般性说pumpkin spice味道的都是里面会有 肉贝味嘛 它跟其他不几个包装的长得一样 它们家这个系列我吃下来的感觉就 就比较普通的好吃的 你不能吃 它看着感觉比我之前买过的几种感觉 更像蓬化食品一些 另外一些我吃的感觉就比较密实 然后我就顺便来介绍一下 他们这期出的pumpkin spice almond beverage 它就是类似于像杏仁奶的概念 然后它把它做成了pumpkin spice味道 我不是很喜欢喝杏仁奶 所以这其实我第一次喝这个 我来尝尝看 如果就它这个味道是否浓郁程度来说 它这个pumpkin sauce味道其实是蛮浓的 相对于它的那个strawberry yogurt的味道来说 然后口感上确实是偏松脆一点 不像是那个比较脆硬扎实的感觉 在牛奶里面泡的时间久一点的话 它软的速度会更快一点 然后它这款因为我第一次喝嘛 没想到我就是觉得它感觉更浓稠一些 比我想象中 他们两个人就是分开来吃的话呢 味道都不是特别重 但是合在一起那个pumpkin spice味道就非常的浓烈 觉得它这个杏仁味道不是很重 就我吃不出来什么杏仁味道 我基本上都被它下上的味道给盖过去了 然后我就再来试一个别的麦片系列 叫granola 它这个不是pumpkin味道的 但是我为了平衡一下两期视频的数量 所以我就把它加到这一期里面来 它这个味道是caramel apple flavored granola 然后我猜测它里面应该也是有肉桂的 因为一般性美国人很喜欢把苹果跟肉桂放在一起 加了那种烘干的苹果干 花生和pumpkin spice味道的南瓜籽 它这个味道超级香 它是一个苹果干上面 把其他东西捐在这个苹果身上 然后一起烤 不行 我本来想给它买 就吹了之后这一期有出一个给狗狗吃的pumpkin味道的treat 但是看了一下成分感觉不是很健康 我就没给它买 我强烈建议你吃这款收入一定要在牛拉里面泡够久的时间 因为苹果干它其实烤完以后也不会变得特别脆 它是带一点点软的 然后它外面那层壳超级硬 因为加了焦糖嘛 冷下来以后会超级硬超级脆 然后就导致你吃下去以后 你明明是脆的 但是你又咬不到底 所以对牙齿不好的人来说非常的不友好 我吃起来真的好累 其实我个人觉得撇去口感因素的话 它这个调味太蛮有趣的 主要是我觉得花生在这个里面真的非常点睛 其实苹果的味道不是那么明显 然后我不建议跟这个pumpkin spice beverage一起喝 我比较建议跟牛奶或者是其他什么的 反正正要是play一点的味道 因为它这个味道其实攻略性感觉蛮强的 但是 他们家所有granola都有个非常大的缺点 就是油耗味会特别重 就是有一些时候他们家花生品质就会不大好 然后你在里面就会吃到花生放了很久以后 那个薅掉的味道 吃太多甜的了 我来吃个咸的 这个pumpkin tortilla chip 这一款其实出了我觉得蛮久的了 起码两三年是有了 但是我也没有回购过 所以我想说借着这个机会再重新尝试一下 它这个里面超级大片 它说它里面加入了肉桂和小肉扣 然后加个南瓜籽 我个人觉得这款比我之前尝试过的几款 totel chip好吃 首先它口感就是松脆 你懂吗 不是脆硬的 虽然我其实觉得不是就是我吃不大出来南瓜那个香味 但是意外的让我联想到了 就是煎饼果子里面那个脆饼的味道 特别特别像 在慢慢品味以后才会吃到那个肉桂和小肉扣 好吃 来试下这个organic pumpkin seed granola bar 就真的超级后愉快 不行 不行我这个真的不能吃这个太硬了 我牙口真的不好 它下面这个麦片块啊 口感很奇怪 它不是脆的 也不是硬的 它是那种韧韧的 就是你没法咔嚓 你是果啊那种感觉 就吃着很不爽 然后基本上你吃进去你也感受不到麦片的香气 只能吃到外面那层巧克力的味道 它只在口感上面给它减分而已 并没有给它任何这款加入了点睛的成分在里面 但是我觉得巧克力是挺好吃的 接下来迎来我们的Pumpkin Jojo's 我现在都能想象得出它是什么味道了好不好 哇 这个也太甜了吧 我的妈呀 里面那个馅真的太甜了 就甚至糖的味道感觉 对哦 都盖过那个南瓜味了 就拿一只银它怎么能那么甜 我觉得美国人都会吃不了那种甜 我们的Pumpkin Spice Cookies 哦我的天呐 头好痛 白色这个是没有南瓜味的 它可能只是被旁边的那个南瓜味的味道染上了南瓜味 这款南瓜味很重 我吃过刚才那款Joy Rose以后突然就觉得这款没有那么甜了 虽然也很甜 它的口感我很喜欢 因为它 Sherbara Cookies 是很脆的那种口感 但是这两个都太甜了 那这一集 确实在就是Pumpkin Spice特级新品测评就到这里结束啦 如果你们有吃到其他什么好吃的 比如说Pumpkin Spice味道冰激凌啊 或者是他们家的Cheesecake啊 欢迎在留言区给我留言 那我们这一期的美食测评就到这里结束啦 我们下一期万圣节特级再见咯 拜拜 那种 你吃上去就会 不管是对你口腔还是 不行 都会感觉非常友好 就是不觉得就卡在口腔里面 怎么了 喽喽